天气好冷啊 而且还下雪天 就快天黑了 这一天是一年的最后一天 是随直啊 在这个又冷又黑的夜晚 一个帽带帽 尺脚的小女孩 在街上周围走 她的对脚 已经冻到一颗红一颗青 她的围裙那里 装着很多火柴 手上还拿着一堆火柴 她已经全日 都买不出一枝火柴了 也都没有人给一个钱 可怜的小女孩 她又冷又饿 她望着每一个窗 透出来的灯光 闻着在街上 飘来的烤蚵香味 她带着皮革的脚部 觉得很累啊 于是 她在一间屋的长角那里坐下 缩一够 她觉得很冷啊 但是她又不敢回家啊 因为 如果她连一枝火柴都卖不出 一个钱都赚不到 那么她爸爸一定会打她的 她对手 几乎冬都硬了 于是 她拿出一枝火柴 在墙上面拆了一下 火柴就燃烧 冒出火焰了 小女孩觉得自己 好像坐在一个火炉面前 那么温暖 那么舒服 但是 过了没多久 火柴就熄灭了 而在她手上 只是剩下一枝 烧过的火柴枝而已 落雪了 她又刷亮另一枝火柴 她在墙上面的亮光之中 见到一张 铺了雪白腿布的桌 在上面 还摆放着精致的盘和碗 还有一只热到香噴噴的烤蛾啊 突然之间 这只蛾由盘那里跳了下来 而且她的背脊 还插着刀和叉的啊 她摇摇摆摆地走向小女孩的面前 这个时候 火柴又熄灭了 在她面前的 就只有一棵又厚又懒的墙 现在 她又刷亮另一枝火柴了 这一次 她见到自己 坐在一棵很大 很漂亮的圣诞树下面 树上面 点满了蠟燭 挂满了色彩纷纷的圣诞卡 她想伸手去摸一下那些圣诞卡 但是这个时候 火柴又熄灭了 有一颗星星 画过黑夜 有人就快要死了 小女孩的妈妈 在生的时候 曾经跟她说过 如果有一颗星星 画过黑夜 那就表示 有一个灵魂 要去到上帝的身边 她又刷另一枝火柴了 今次 她在亮光之中 见到自己的妈妈 妈妈 请你带我走 我知道火柴一熄灭 你就会消失的了 她马上再刷一大颗火柴 妈妈慢慢越变越大 妈妈抱着小女孩 越飞越高 她们飞到去一个 没有寒冷 没有饥饿 也都没有痛苦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 小女孩仍然坐在长角 她的表面红薄薄 而且还微微嘴地笑 手里面 还拿着一大颗 烧过的火柴枝 earthquak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